联發科有什麼能夠讓他 安然度過下半年呢 難道他的最後堡壘也不捨了嗎 他的天璣九千傳出也要降價 所以联發科到底 他最重要的5G晶片 守不守得住呢 联發科要加大力度砍單 這是在法說之前釋放的消息 同時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天璣九千了 他的敵人競爭敵人高通 也下修了今年手機的出貨預期 這個季度的猜測也不太妙 中國第二季的這位手機銷售量 年減14.2% 這當然影響到聯發科 創十年來的新低 所以明天聯發科的法說 到底會說什麼呢 我們等會要幫你來做觀察 不過新興的法說已經召開了 新興的法說會讓 ABF載板三雄變三雄 變狗熊的熊 結果大家好擔心 法說會前重挫打到跌停板 所以我們來看 在今天其實大家在關注 非常多的法說訊息 我們先來談聯發科 好 今天先看股價 聯發科今天倒是沒跌 因為昨天其他的股票都拉起來 但聯發科昨天跌 今天反而不跌 但是傳出這個 益晶光的手機的這個鏡頭 良力不好 所以轉單到大力光 不過益晶光出來吼韌 但是ABF載板三雄 新興南電 警數全部出現了盤中的一個跌停 那聯發科明天的法說非常重要 為什麼 電子龍頭的法說 召開到目前為止 除了台積電以外 其他幾乎全被改口偏空 改口 因為他之前也很樂觀 他光碼5G沒問題 所以大家想明天聯發科 會不會是最後一個保護雷 還是他也淪陷了 不過我們看一下 聯發科的這個營收 大家就發現 他跟手機真的是離不開 聯發科的這個手機 大概佔他的營收 佔比是56% 但是我們來看幾個數據 這個很慘 中國的這個安卓手機 今年以來已經砍單1.7億支 大概這個比例砍掉了20% 其中七成是用聯發科的晶片 再過來最新的數據 第二季智慧型手機的銷售量 這是中國 年減了14.2% 居然十年新低 觀眾啊 中國手機現在產到10年來最低 所以聯發科 他的這個天機9000 本來信心滿滿 今年要出貨1000萬套 現在可能要對半砍 到了500到600萬套 所以有人說 聯發科明天的法說會不會講這一點 我想昆熙是可能會問 就是這個當然是談砍單 對 第二談毛利 因為如果大降價會影響到航的毛利 包括未來的前景 對 中國手機的產業 大家就會想知道 你這個天機9000外傳降價 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成本是大概120美金 比天機8000的幾乎多了一倍 貴了大幅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過 這個是高單價 你假如砍他的價 砍他的單 那整體聯發科的毛利率就受影響 營修當然會影響 對 那你看過近幾年聯發科 為什麼股價從不到300 可以飆到1200 他就靠不斷成長的毛利率 那這種公司 毛利率只要一下來 這股價恐怕會受到的衝擊 比較讓我們擔心的是 他的競爭對手高通 跟他做同樣是手機晶片 而且市場主要市場 主力市場也是在中國大陸 趕快了 已經先傳警訊了 對啊 我們就看看他的競爭對手 那Quocamp的話 下修了今年手機的出貨預測 這個本來就不好 而且本季的財車也不好 我們特別強調 本季的營收展望 是110到118億美金 這第一期 下修了5G的手機的出貨量 6點 可能是剩6.5億支 他本來估到7.5億支 所以減少了1億支 但我特別說明 這個高通比我們聯發科 在他的收入有一個優勢 連這個高通的手機有專利 所以授權金 我把它算一下 他上一季的授權金的收入很穩定 16億美金 占他整個營收109億的15% 聯花科沒這個優勢 但是我們的花哥也有一個優勢 請看這張圖 光在中國的市場 你可以看到 Smartphone的Soc 就單晶片當中 其實只有兩大 第一大就聯花科 第二大就Cocam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到5月的數據 聯花科 YOY只有減掉3% 高通 YOY減16% 這個花哥在中國市場 還是有一定的這個 在中國市場 其實Apple也減了 10個百分點 Apple的數量就不多 剩下的那些都是 排在前五名 那個數量都是 高通減16% 聯花科減3% 它還是相對比較抗疊的 好 明天非常重要 是聯花科的法說會 但是已經招開法說 我們稍微修盛一下 新興市招開法說 之後打到跌停版 最主要是因為 它講了5次 我們經常說 這件事很重要 要講3遍 所以講3遍很重要 那講5遍呢 到底它講5遍說了什麼 3G我們看起來 大概會跟第二季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市場的狀況應該是差不多 那當然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通膨的狀況啊 還有這個地人政治的這些衝突 還有Pandemic的這些問題點 那這些可能都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折衷了各個的這個狀況呢 那我們會建議呢 下半年的預估呢 也不要太過於這個aggressive 好 不要太積極 其實他說不要太積極呢 在法術會現場總共講了5遍 不要太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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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講5遍啊 就把骨架講到跌停版了 但是法人希望他很積極啊 所以今天新興就是外資跟投信殺的啦 對 因為他講了5遍 不要太積極 誰敢積極啊 對AVF的載板 我想AVF載板 在阿冠然節目也講過很多次 這是未來非常紅的一個PCB 應用面很廣 當紅炸紙機 所以你看 當然最近跌了 但之前其他的股票在跌的時候 AVF載板這三檔股票 就是抗跌 抗跌 抗跌 那這個法人都是一定買這種股票 結果昨天聽到新興以後 他傻眼 你叫我們不要積極 那為什麼就是說 真的覆草之下無完卵啊 為什麼 我們都講到消費電子 那我們來了解 新興是全球最大AVF載板的生產公司 它當然有它的地位 但是你看一下 它的AVF載板應用在什麼產品 我告訴你 50%是電腦 20%是通訊 那老實講 你說F載板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的東西 但是你現在用在消費電子 那邊庫存很高 需求不好 所以難免會受影響 要講消費電子龍頭就是三星了 一夜之秋 我們來看一下三星 三星如果也很慘 因為它爆了萬象 什麼都有嘛 從電冰箱 洗衣機 手機到電腦 你可以想像的 所有的消費IC它都有 所以我們看三星 大概就可以知道 整個消費電子的事況 其實它第二季的營收 其實它是還年增了21% 這個還是同期的新高 這整體 所以它今天股價沒怎麼跌 但是我們台灣的投資人 是關係它這各個 因為一三個弄做嘛 來看一下半導體的部門 銷售有成長了24% 但是還是低於疫情 但這個部分靠什麼 靠記憶體 不是靠青年代工 靠記憶體 但是我特別看一下 Samsung有講說 PC 手機的記憶體 一直壞到明年 壞到明年 它講壞到明年 因為它手機這滿慘的 對啊 所以手 剪 技剪16% 面板也減少很多 所以你可以理解 這都跟手機有連結 友達跟群創 為什麼第二季 加起來虧了100億 就不好嘛 所以很多的產業 是一個國際性的 你不能只看台灣的股票 你要看高通 那你一定要看這個 參考一下高通 你要參考三星 這個是國際性的 所以的確 在這一部分的消費電子 受到了這個很大的衝擊 消費電子很慘 但是蘋果有沒有機會 一枝獨秀 明天就知道 但是基本上 因為蘋果馬上公布財報 其實以上一季來講 通常是蘋果一年當中 比較淡的一季 但是它有打預防針 因為它的新機會在第三季 對 它上次有打預防針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 中國的封城 所以它營收會減80億美金 它有給你打預防針 我覺得這預防針打得 說不定會發揮效果 就是說它的數字很可能出來 像微軟 谷歌沒有很好 但是先打預防針 說不定財報之後股價會漲 我覺得可能期待這個 然後重點我們關注的 比如A16晶片 性能提高25% 什麼記憶體 各方面 這個東西都沒有什麼問題 產品都很好 iPhone14 但是就看明天的這個股價 股價一定要先 不能大跌 你要先漲了以後 大家就會覺得 我看人會自我實現 你的財報好 你股票漲 所以你的iPhone14會賣得好 說不定就有更多人去買 這是很微妙的 那麼幾屆當然 這個禮拜不管是 國外的超級財報之後 還是國內的超級法說會 財報到底是報喜還報憂 都會牽動股市的 漲跌 那麼穩貌報憂 股價就打到跌停板 我們趕快來看 到底這兩天 法術會都說了些什麼 穩貌說第三季忘記不忘 營收估計要減24到26% 毛利率還要下探兩成 股價跌停板 超風說 客戶的庫存進行調整 營收要大幅向下糾正 好 所以都說壞消息 那麼禮拜五的聯發課 會不會慘了 我們也很擔心 就在這個時候地表最強 蘋果分析師郭敏奇說 調查顯示 Android手機的需求非常疲弱 而且還沒有到最壞的時刻 真的如此嗎 我們要一頁來檢視 這些重量級法說到底說了什麼 對後續的股價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先來聽穩貌的說法 整體的Android手機一片的庫存過高 那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目前對整個第三季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手機Cellular PA的部分 大概是摔摔幅度最大的 那至於第四季 深度來第一季會是什麼狀況 我們可能要再看3Q末甚至4Q初的 這些新機發表的一個中產市場的一個狀況 好 庫存很高了 對 這個透過穩貌的話說 大家擔心可能灰屏的手機 最壞的時刻還沒有到 我們看三個很慘的這部分 第一個穩貌上一季的EPS 只有1.5 13劑新低 等於說直接它的獲利 就打回那個疫情之前 三年前 第二個就是對第三季的營收 QOQ 居然大幅衰退25% 毛利率會跌破30%來到21到23% 我這樣講 在2020年的第二季 就剛爆發疫情的時候 穩貌的毛利率是45% 所以現在掉到一半 掉到21% 而且穩貌可以說是 深化甲介的台積電 他對未來的看法非常重要 非常 我們要跟觀眾 觀眾 你所有Android的手機 我們都知道要一個PA 功利放大器 它就是這個業界 你看它的市占是多少 76% 它是互製TSMC 那個晶圓代工的模式 只不過我代工深化價 世界第一 所以你看這個地位 它混量很重 但是它竟然把全年度的資本支出 下降了三成了 下降以後產能就減少了 產能減少就告訴你一個白話 我冒後面的訂單一定是減少 否則它縮減才能 股價在今天也因此而打到跌停板 我們請加持敲一下盤中走勢 那麼在今天雖然收盤沒有收跌停 但盤中幾度達到跌停板 也拖累其他的PA個股 PA三雄通通都下跌了 所以你看還會再跌嗎 因為我們看K線 這個股價是今天是率先在所有 手機相關的股票創下了新低 波段的一個新低 今天盤中最低152 所以我們來看 穩茂的EPS一定會下修 現在大概很多的外資機構的 一個看法大概都最低 修到你看有最低140 所以基本上 應該股價還有一個低點 好 那穩茂像這樣的個股 PA相關的族群還要再殺嗎 手上有的該不該賣呢 已經跌到這麼低了 問題是剛剛蔡總說 前景仍然不樂觀 好 手上有該賣嗎 認為應該賣的給差 請舉牌 好 我們看到有四票差一票圈 好 我們也來聽歷程法說 又說了什麼呢 受到Russia war on Ukraine 就是說國際通膨 也是其中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因素 在整個產業上面 確實有一些詐因 它還是會有營收 會有較大的幅度的向下修正 預期半逃離景器 會有短期的修正 但是屬於車用 高階應用 只能維持正面的看法 好 會大幅度向下修正 但是車用是正面的 對 我們也介紹一下 因為觀眾可能還不知道 歷程是全球第四大規模的封測 但是它專攻了這個記憶體 在記憶體的部分是全球最大 混量夠吧 夠 所以它本來其實它的業績都很好 它的低劑的這個法說 都是很正面對全年度的 但從這個法說會當中 它已經對全年度開始調降 所以這意味著整個記憶體的需求 可能受到了衝擊了 好 那股價我們也來看一下日K線 那麼從歷程的股價來看 在今天其實是沒什麼跌的 它講得這麼壞還沒有跌 這是代表力控已經測出底部了嗎 不是 它的這個P1的話是非常低的 我覺得它的股性 因為它的本益比太低了 對 就像烈光投控一樣 就是說以股性來講 以它的獲利來說 本益比是低估的 所以它變動性不大 好 所以 歷程 各位怎麼看未來的股價呢 請舉牌 看壞 請給差 認為在這個地方有機會整理 或者往上反彈的請給圈 好 我們看到有四票圈 一票差 好 我們也來聽 那麼超風又怎麼說呢 消費性電子需求疲軟的影響 坦白講 下半年訂單的需求不明朗 能見度較低 那庫存去化情況如何 由於受到通膨戰爭封城的影響 普遍各家的庫存偏高 應該看起來是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之前 有機會庫存恢復到正常水位 好 要調整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庫存很高 要調到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未來不明朗 剛才講到關鍵字 觀眾有沒有注意聽 消費電子 消費電子 你今年產品跟消費電子有關的 就是換太歲了 所以他講說 要去坐一會 對 超要等明年 像這種消費電子的庫存調整 客戶一調整的話 都有兩個季度 所以今天大盤其實尾盤有拉起來 擠拉 但是你看超風還是瘦黑 當然盤中它又跌得更多 所以從穩帽到歷程到超風 他們共同點是對消費電子 特別是手機都持著保守的看法 那麼萬流歸宗都見指聯發科恐怕不妙 會不會 對 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禮拜五要召開法術會 說到手機他就是老大 對 而且是 而且是享受的老大 對 沒錯 這個重點就在中國的這個品牌手機 這個禮拜五的話 很多的外資要問聯發科三個問題 下半年庫存的水位 那你庫存的企劃程度 能不能保持疫情的重點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說 今年他一直講 我覺得蔡立勤他們一直在講 就今年我成長 成長兩成沒有問題 這是不是可以達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外資 結果會不會改口 對 那我們來看幾個外資都往下修正 目標價有最低降到520 520 這樣有點敏感 對啊 520 上次跌破500多的時候 一破600就反彈 不過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看一下海通國際的一個看法 好 來 海通國際的我來唸一下 海通國際它怎麼說 它說5G晶片今年的出貨量 預估會由1.95億套 降為1.88億套 5G晶片的第三季價格 會下滑5到9個百分點 對 因為聯發科仔細想看看 這兩年為什麼股價 可以飆到一度千金 是5G 是5G 但是假如海通國際的判斷是正確的話 現在5G的需求下來 砍量砍價 這個聯發科的獲利可能受影響 所以有外資預估 今年的EPS來 去年80 去年70 今年的話大概可能跟去年會稍微降一點 但是到了明年可能就降到69塊 那蔡總你看聯發科如果一旦感冒 會不會整個IC設計股都要重傷風 我告訴你 現在IC設計股 但是IC設計股都跌很深 前提是跌得很深 就是因為跌太深 現在一個不正常 這一波最強的是2388的威盛 威盛大家都閉著眼睛也知道 漲七成 他沒有獲利 再過來今天還有人拉到漲停 328那個金益科 我看了財報我真的昏倒 第二季EPS賺0.15元 今天漲停 一季賺0.15元 上半年賺了一塊錢出頭 他可以漲停 而且三字頭三百多塊 所以這代表的是 所以IC設計就是大的都不行 好的都沒有 就開始投機 所以IC設計現在已經開始 投機氣氛太濃了 我覺得這個不正常 不正常 不過我還要講一個重點 郭敏奇地表最準的 就對這個手機掌握的 他說穩帽 你覺得PA只是Android手機的個案嗎 他不是 他點名還有三個族群 會互製穩帽 我覺得這個才是今天的重點 好 來 哪三個是誰 MOSPHE MOSPHE 比喻我講 誰做Android的MOSPHE很多 2342那個帽系 做了很多 2342 我們打K線 當然今天還在講 這家公司打入中國品牌手機 所以我們畫的重點 都沒有畫到重點 我們畫都下面了 因為穩帽出來講 但是郭敏奇 很厲害的分析師 他講穩帽以後 你既然整個Android的手機 還有充電器 相機 這三個 它的庫存的調整 會跟穩帽的PA一樣 大概兩個季度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充電器 6104的創違 馬上就印證它的說法 所以我們6月營收很慘 穩帽 我告訴你 股價今年還標300多塊 因為我們有講過 歐盟不是統一充電的規格 所以它變成 TAPC 它變成了利多 股價就標 但是問題是EPS 在6月份間暴減81% 這個真的是傻眼 為什麼 6月一個月EPS0.1 年減81% 比去年 所以第二季的獲利 現在還沒有公布 大概一般預料 第一季它賺了3.93塊4塊 第二季會大跳水 但是關鍵是 關鍵是 這些利空消息 我們知不知道 我們知道 只是我們不知道有多嚴重 股價已經跌這麼深了 我們趕快來投一下票 股價跌這麼深 還傳出利空 還會讓股價再跌嗎 股價會不會已經都把 之前不管我們已經知道的 還是不知道利空反應完畢了 所以IC設計股 還會再跌嗎 像創威這樣的個股 還會再跌嗎 請舉牌 認為會再跌的 請給插 看壞的請給插 好 我們看到 認為還會再跌的 有三票 一票在中間 我以為你給圈 因為我是 從聯發科的角度上去看 為什麼 因為聯發科 這次跟這個intel合作 它其實還有一個目的 為了這個IP 聯發科 為了這個intel 這個x86這個架構 所以如果說接下來 這個聯發科能夠穩住的話 我認為說其他的IC設計 當然不見得會馬上漲 可是相對穩住的機會 應該是會有的 那聯發科會穩住嗎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其實它這次 大家都往利空去想 說實在 可是這兩天外資沒有賣 大家去想外資沒有賣 因為這一次聯發科 取得的intel這個x86架構 它會往這個高速傳輸 往所謂的一個工業物聯網 去做一個發展 所以它慢慢的跟消費電子 做切割 好 回到手機 那手機都很壞嗎 也不是 我冒自己說了 他說蘋果還不錯 而且還在追加訂單 所以在黑暗中 唯一的希望是不是就iPhone14了 對啊 最後的堡壘 最後的堡壘是iPhone14 但是蘋果的財報 也這個禮拜稍後要發表 這個我看華爾街的投行 也都把它目標價調降 希望能讓大家跌破眼鏡 不過我們想說這個蘋果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手機通膨排擠了 但是Android的手機 中國品牌的手機 性價比大家認為是比較低 所以它是中低收入的人 當然它現在沒錢的時候 它就不換手機 但是一般會買iPhone的人 是收入比較高的人 所以它假如說 這一支iPhone14不錯 它會買 所以現在蘋果有追加局部的訂單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連中國的山寨都跑出來 你看 就他們預期會很熱 不然你幹嘛做山寨 我覺得這實在是明目張膽 有一家公司推出來的 你看 FORMX14 Pro Max 這直接就抄你的名字 只是它不能用一個i 少一個i而已 對啊 你看後置的三個鏡頭 是不是跟iPhone13一模一樣 觀眾看一下 你超到這種程度 然後連機身的材質跟顏色 是超過iPhone13 完全拆 你就撐那個熱度 那如果手機最後的堡壘 是蘋果 紅海應該有機會吧 我覺得相對紅海就穩了 雖然它今年它不是說大漲特漲 但至少在大型的全職股裡面 非常穩 你公鞋這種股票就是保護人 對不對 它雖然沒有大漲 但是點點去 點點去 沒有讓投資人受傷 沒有讓投資人受傷 因為大家去仔細比較 你假如那些IC設計的話 今年已經跌二三十趴 那紅海還可以正報酬 這個來回差距可能就三四十趴 所以當然買紅海會相對安全 我們回來看 在今天讓我們跌破眼鏡 意料之外的還包括什麼呢 除了剛剛所談到的 南山人獸竟然從金基姆 變成拖有瓶之外 大家不是說消費電子很慘嗎 不是說手機很糟嗎 但會不會根本沒那麼糟呢 甚至於在見IDC還說 晶片荒沒有解除 晶片荒還是很緊張 特別是手機 都說中國的手機市場 現在大衰退 想不到公布出來的數字 年增率成長9個百分點 蘋果 蘋果即將推新機 下半年就要推iPhone14 想不到它舊機在6月份還大賣 YOY年增率成長227% 這真的是多空逆轉 跌破眼鏡意料之外 我們來看新聞告訴我們什麼 IDC說 不要以為半導體景氣已經反轉了 說什麼攻打於求 說什麼庫存很高 IDC卻說 全球晶片荒還沒落幕 中國6月份的 民主機主機出貨量 年增率竟然成長9個百分點 手機市場要復甦了 之前大家不是看得很壞嗎 瑞銀說蘋果6月份 當季的iPhone出貨量 年增率竟然成長了227% 所以手機到底會不會復甦 手機真的沒那麼糟嗎 我想決戰下半年 因為下半年是重頭戲 蘋果要推iPhone14 很多新機都要在下半年推出 所以下半年這場仗打得如何 關係到到底消費電子 手機有沒有大家想得那麼糟 好 到底會不會那麼糟 以往5月 6月 7月的手機 都是最淡喔 今年怎麼突然好起來 關鍵在什麼 機前大家不是看得很壞嗎 對 當然它很壞 而且銷售通常都最淡 現在居然成長了 但是下半年會越來越好 為什麼 手機今年也很熱鬧 包括大家最近在9月份iPhone14 iPhone14 到底長什麼樣子 大家都在猜對不對 來 獨家給大家看我們的模型機 從華強北空運來台灣的 你好厲害 iPhone14的模型機 你果然是C系達人 沒錯 空運來 而且這個叫做A版 什麼意思 95%的外觀 基本上是確定 不會改變 這是華強北掛保證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差別在哪裡 你不要以為我拿錯 這是iPhone14 跟我手上是iPhone13 基本上我剛剛也看了很久 基本上真的很像 我很怕拿錯 你確定它這是iPhone14嗎 我確定 我搞很久 我看一下 我們比較一下 來… 好 我從鏡頭開始看 不是 趕快嗎… 不 趕快 三眼怪 仔細看一下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你告訴我 你看它的鏡頭 這個是iPhone13的鏡頭 比較小 中間這個鏡頭 圈圈比較小有沒有 有 來看iPhone14的這個鏡頭 圈圈光環比較大 大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它的鏡頭畫素升到 4800萬畫素 之前到1200萬畫素 所以可以明顯看得出來呢 對 這個 你看鏡頭這個地方 手機鏡頭這個地方 它就大很多了 對 這個鏡頭框框也比較大 好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它的顏色 我不說這是95% 都一模一樣的嗎 同樣都是消光色 你有沒有發現 iPhone14的消光黑 比較黑 有沒有 那怎麼樣 那指紋比較明顯 顏色還是不一樣 那有感覺 不小心我在上面留下那麼多指紋 對 沒錯 然後再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因為這不能開機 所以我不能看到它到底有沒有瀏海 來 看一下這個瀏海 看得清楚嗎 沒有 不用講瀏海 上面這個櫻桶有沒有 它變得更小了 有沒有發現 這有什麼看不清楚有沒有 這個櫻桶這個 比iPhone13 Pro Max變得更小 然後它的這個 上面變得一個驚嘆 這個很大 看不太... 接下來性感 對 還沒有 然後呢 我說它背後這個鏡頭 變得比較凸 我給大家看一下 變凸喔 更凸 我等一下放下來你就發現 它比這個放假平放的時候 它更凸 凸出來 它凸起來 對 凸起來 比這個iPhone13 Pro Max更凸 所以它後面鏡頭模組是更大 這個手機歪歪還是我們桌子歪歪 為什麼一邊高一邊墊 沒有 它是真的比較凸 對 所以iPhone14 所以因為鏡頭在這裡 所以它很凸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斜斜的 對 它比iPhone13 Pro Max更凸 所以它鏡頭的 接下來的畫素表現會更好 就是iPhone14基本上 外觀跟以往的一個差別 大概就這樣 我講完了 講完了 沒有... iPhone14 所以它價格還能熱賣嗎 為什麼郭敏祈說會熱賣 可是它的價格 聽說不會貴很多 所以它可能評價 或者是貴一點點 那規格會提升 所以大家還是很期待 不要這樣 還是蘋果啦 好 平常... 所以說它這個... 對 基本上 所以它這個外觀大概就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接下來你要不要考慮換機 這是一個重點 那下半年不是只有蘋果 沒錯 那雖然說這樣 你頭拉骨心氣不是嗎 它要緊張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接下來 它的對手呢 比大家要厲害喔 號稱能夠幹掉蘋果的對手出現了 叫做Nothing Phone 不是 叫做Nothing Phone Nothing Phone說它可以幹掉蘋果 是它自己講的吧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觀給大家看一下 長得跟iPhone一模一樣 除了它的背蓋不一樣之外 那它衝起樣子是山寨啊 不... 它這一次你看它的背蓋 它是透明背蓋喔 它的外觀基本上還是跟iPhone 是方方真真的一個外型 它叫做號稱能夠打扮iPhone的手機 為什麼 透明背蓋就滿厲害的 對 它是透明背蓋 它 你知道嗎 它還沒有開賣之前 它在網路上拍賣 一直賣到多少錢你知道嗎 多少錢 89萬 哇 那Nothing Phone是誰做的 我們還聽過 那Nothing Phone是英國的一家新創公司 對 所以它剛出來預購20萬支 英國的新創公司 僅次於今年全球第二名 厲害了吧 這樣就厲害 好 它厲害在你那個背蓋對不對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背蓋多厲害 對 它的這個背蓋呢 你可以設定一些程序有沒有 它就可以跟其他的音樂 來做一個跳舞的感覺有沒有 跳來跳去跳來 所以你在放音樂的時候 放音樂 或者是你說各種設定 比如說你在拍照的時候 比如說你在這種Line的時候 它後面那個背蓋的LED燈光 都有不一樣的一些創意 那滿厲害的耶 它就是一般年輕人看到 我覺得會很炫啊 對 跟別人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叫做舞曲的一個設定 另外一個 它後面這個LED燈又來幹嘛 你知道嗎 年輕人最愛的 那你拍照啊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畫面是 你看喔 它如果後面那個LED燈 可以拿來當這個什麼補光燈 有沒有 所以你在按著情況之下 後面補光燈打開的話 你在拍照的情況下 你就會變得特別亮 有沒有 補光啊 補光啊 你就不用再用軟體 所以不是只是炫 它還有功能嗎 它有功能 所以說它這支透明被蓋的 像iPhone的類手機 年輕人現在還很愛 好 所以這支說不定是 異星突起的黑馬 對 號稱iPhone最大的對手 另外一個對手呢 叫做摺疊機 我們昨天之前講到三星對不對 三星也有推折疊機 三星的另外一個最大對手 叫做TCL 畫面上這一支 看它幾折好不好 來 1 2 3 你蒼新看一下看 蒼新想不想換 三折喔 蒼新一支你 他一定是手機控啊 兩折而已 那支真的可以扔掉了 蒼新的拿出來看一下 好 來 蒼新的是三星的嘛 對不對 對… 三星的兩折而已 他只能 看到沒有 他只能 你看喔 他只能這樣子 我只能左右折了 這樣子 這樣子對不對 你不要給人家折壞 不會啦 他不能這樣子你知道 這樣會壞掉你知道嗎 那我回來看TCL的 他可以這樣折 他還可以反著折 還可以正著折 他有三折 你知道嗎 所以說他這個三折的話呢 基本上蓋起來的話是6.7吋 打開還比iPhone還要大 比iPad還要大 打開變成一個Pad的概念 比Pad還要來得大 所以說這支手機的話 拿在手上 比蒼新那支帥100倍 所以這支手機的話下半年 它會比較重 它會比較重 對 所以這支手機下半年 它應用它三成的話 三塊都有的不同的一個應用 你可以拍照 可以上網 可以一般回LINE 所以這支手機下半年 一上市的話 可能對三星的折疊機來講 又是另外一個很大的挑戰 好 所以下半年的手機大證 關係到到底消費電子 能不能在這個地方 痞疾太來 所以我們回來講 到底有沒有晶片荒之間 是我真的是母沙沙 之前不是說庫存很高嗎 不是要調整庫存嗎 那怎麼現在IDC又說 晶片荒沒有落幕呢 我跟各位報告 從幾個現象來看 第一個 我們來看 日本有一家叫做 大洋日酸的這間公司 各位你知道嗎 這間公司它已經怎麼樣 開始在去增產一些 所謂的惰性氣體了 這個惰性氣體是什麼 跟大家做報告 因為在這個生產 這個什麼半導體的過程當中 它需要一些惰性的氣體 這裡面的包含像是克 包含像是這個山 這個都是 稀有這個惰性氣體 我們來看一下大洋日酸 它在今年來講 開始跟日本的一個 日本的鋼鐵公司 去合資去生產 這個所謂的惰性氣體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看起來講的話 好 也就是說IDC認為 為什麼晶片荒還沒有落幕呢 它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是 這些惰性氣體到現在 仍然沒有被解決 那晶片如果沒有惰性氣體 產出就會受挫 產出受挫 就不會像我們之前 大家所擔心的 會不會攻打於求 所以當惰性氣體 不能解決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攻打於求 我們再往下來看 我們來看看IDC的理由 到底有沒有道理 奶氣大漲 好 我們很快跟各位講 因為這些氣體是屬於稀有氣體 像奶氣它存在在大氣當中 大概只有十萬分之一 你如果說從大氣當中 來提供那個成本太高 那不會好 所以它們為什麼 它們跟鋼鐵廠 因為鋼鐵廠 它在煉鐵的過程當中 它用存氧 存氧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有些氣體會跑出來 所以在這裡來講的話 德國看到這個商機 是什麼商機 中國鋼鐵生產非常多對不對 用了很多的存氧之後 這個初級的惰性氣體 中國可以生產出來 所以它就是中國去生產 它給它設備 讓中國去生產 然後德國再把這個中國生產 初級惰性氣體怎麼樣 把它買回來之後再存化 不得了 那一下那個價格馬上飆漲多少 飆漲30倍 40倍的一個星期 如果不是市場很缺 需要這樣繞繞彎彎的 這麼麻煩 這麼辛苦 為什麼奶氣會大漲 就是因為缺貨 所以IDC說 多星期裡缺貨 讓晶片的產出 不至於攻大於求 特別是車用晶片真的超級缺 對 我們來看第三個 就是老闆講什麼 賓氏執行長要講什麼 晶片荒腔執行到2023年 所以他認為說到目前 今年2022年還沒有搞頭 我還是缺對不對 豐田更好玩 來 我們看豐田 八月份 八月產量砍兩層 電動車直接停工一個月 沒有晶片 沒有晶片了 所以代表說大家 像豐田跟賓氏 他們老闆還是認為 車用晶片還是缺 好 問題是 我很難一下扭轉說 晶片沒問題 半導體沒問題 我很難這樣想 是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事況 還在滴滴不休不失嗎 報價大跌 我知道阿冠一定這樣問 觀眾朋友一定會這樣問 是沒有 因為IDC這麼講 好像有道理 問題是你如果到市場上去問一下 好 都大跌跌 我們看依法半導體 這個L9369 TR型電這個晶片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晶片 但最重要的地方是 它原來報價是 3500塊人民幣 現在掉了多少 671 跌八成 跌了八成 比台北股市 很多股市跌的還要重 不是 跌八成也跌八成 車用晶片龍頭得以也是一樣 部分晶片下跌超過八成 也跌了八成 但這部分有可能是過去炒作過頭 在中國大學炒作過頭 3500塊人民幣 這有可能 這倒是有可能 但是無論如何 GPU的價格也跌 對 這個也跌 所以人家才講說 是不是因為供過於求 我們現在發現到 晶片的價格下跌 對 我們就真的看不懂了 好 真正的問題我們回到什麼 製造晶片的公司的看法 好 來 台積電 台積電他是說怎麼樣 他已經調整了 生產的一個規劃了 表示他 他認為說可能 可能有這個所謂的 未來工需會 會超微的一個影響 所以他調整 因為他資本支出做了太多了 三星也是一樣 他暫停接受新訂單 這兩間公司其實都是認為 要稍微保守一點點 不過 但是我們看到 Intel還很樂觀 他怎麼樣 他說金面荒到2024年 我還要繼續擴廠 那當然了 老美的錢趕快下來 政府的錢趕快下來 他才呼籲政府趕快給錢 所以有人看多 有人看空 半導體現在似乎是站在一個 多空分歧的十字路口 所以我要問 你怎麼看 我們剛剛講到最差的都已經漲了 我們來看 像聯發科 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網上公 創文也是一樣 系之財 金星科系之財 聯勇 敦泰 以及像是天悅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我跟各位講 我們純粹 從一個籌碼面的角度來跟大家分析 我舉一檔股票跟大家做個例子 創圍 好 我們往下來看創圍 這個創圍 真的是 很多人有創圍 真的是 要靠沒力氣 我們剛剛講 晶片疊八成 他股價打三七折 是不是 真正要靠沒力氣 而且是從今年的高點這樣下來 一口氣疊了 疊了63% 回到起葬區了 已經回到這個長線起葬區的位置了 打到這個地方來 大家就說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也給大家一個證據 來 我們來看 這個是創圍千張大戶持股的 百分比 百分比 他創近期新高 22.2% 雖然可能有人覺得 這個不是很多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 他的這個 大戶進場了 很明顯 超底 這個真的很像最近很多股票 大漲的情況下 他默默的 大戶就超底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手機的部分來講的話 可能可以去留意 好 創圍也可以留意 大戶開始超底了 那我們往下來看 那IC設計的部分 IC今天我們分成兩塊 第一個是小鬼當家 這小鬼好威 威盛今天直接拉到掌停板 掌停板 我知道大家都說威盛沒有賺錢 可是他就掌停板 對不對 這滑旋也是跌得很深 這個底部這個量都慢慢出來 這個浦城也是一樣 這是鴻海集團的 這個是車用的晶片 這個低價股來講 最近表現得不錯 但是高價股 我要跟各位講 半年報各位要記得 因為半年報 半年報正常的公司 是8月14號公佈 金控公司跟保險公司 是8月31號 大家記得這個數字 剛剛南山稍微聯想一下 8月31要公佈半年報 但是一般的公司 8月14號以前要公佈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8月14號 我們就是要盯著看半年報 那能不能先 能不能先算出來或模擬 可以 因為現在營收都很出來了 因為營收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先算 對 所以你看智源 我能不能知道誰一定會好的 其實阿冠上禮拜跟大家講智源 其實我心驚膽戰的 對 那時候 你說要做多智源 所以我們想說 你趕在這個空頭走勢下 你看 一路跌 我當時跟觀眾朋友報告 我說就是半年報 我講一個理由就是半年報 你看好他的半年報 對 半年報 這個茂達也是一樣 也是看好半年報 因為他第二季的獲利數字 應該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富鼎這間公司也是一樣 這間公司富鼎 其實滿有爭議的 第一個 他是國劇跟鴻海共同投資的 當時我們在講富鼎的時候 大家說第三代半導體 可是後來富鼎 各位看一下 他在今年 其實他是很晚建高點 他在六月份才建高點 他建了高點之後對不對 很快速的下殺 然後在最近來講的話 你看他突破下降壓力 可是突破下降壓力的情況下 不代表說他一定會馬上就上去 我給大家一個 等於說觀察一個面向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是他在 這一波下降壓當中 一個大量區 我們拿到大量區的低點 這個地方 我們拉到平行線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來講 他的量是比較少的 他如果要漲到這個地方 才遇到什麼 大量區的反壓 還有滿大的空間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 我們如果從財報角度來講 這是他EPS 單機EPS的柱狀圖 每一季這是第一季 這是去年第四季 第三季 第二季 這樣子排下去 每一根柱子都是單季的 那他第一季的 這個EPS創新高 那如果從他 四五六的營收來看的話 他也是創新高 因為第二季的營收 所以第二季我認為還會創新高 那上半年挑戰7.5元 非常接近去年 全年8塊錢的一個獲利數字 另外附頂千商大貨比重 你看最近 你看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前都拉上來了 三個禮拜前都拉上 所以我覺得IC設計的部分來講 也可以去多做留意 好 大貨進場抄底了 我們要不要跟呢 我們知道做IC設計師 長的時候 彈彈彈彈彈 落的時候彈彈彈彈彈 所以很多人說做IC設計師 最刺激的 這個時候 是不是他的起跑點呢 請舉牌 好 我們看到有四票圈 一票差 股市喬哥你為什麼給差呢 大家都給圈耶 因為所有的趨勢都在向下走 可是大貨不是抄底了嗎 長上來了再說 沒有長之前 我認為這個去抄底 對於一般散戶來講 是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你不建議抄底 對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可以抄底呢 回到關鍵戰役 對手機而言的關鍵戰役 當然每一年都是在這個時候 就是八九月份 八九月份就是三星和蘋果 要對決的時候 我們知道蘋果傳統都在九月份 公佈新機 而三星這一季搶在iPhone14之前 要推出新手機 想先搶試 先卡位 所以我們來看新聞談到了 三星說 它的新手機發表會 要在八月十號就要登場 要公佈的是可凹折手機 就折裂手機了 而且有新的配色準備要亮相 當然為什麼選在八月十號 就是希望在蘋果 iPhone14來之前 領先先戰市場 陳彥 手機大戰已經起跑 所以讓今天我覺得相關的個股 整個動起來 每一年手機大戰 最精采就是這個時候 沒錯 你看像細創 天玉 華晶科 敦泰等等 連連勇 我今天在看 看到他漲我還滿感動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跌很久了 而且他業績一直很好 所以這個手機大戰 我覺得真的是一觸即發 而且過去 我們去看這個市占率 就會發現說其實 雖然說Samsung是第一名 21% 可是蘋果緊追在後17% 對三星來講 他很怕蘋果追上 對蘋果來講 我一定要追上 所以我們發現每年 關鍵戰役就是在下半年 對 而且今年大家會 突然之間搞不好 蘋果會覺得說 大家不是都不推新手機了嗎 結果三星這樣 那我們來講一下 三星8月10號推什麼新手機 對 其實它這個邀請行 我們就看得出來 當然這一次一定很重要 尤其是這個摺疊機 而且目前已經有 我看這個 他的邀請還直接告訴你 他就是要推摺疊機 就對 一看就摺疊機 而且這一次我看這個 有一個網站叫TikTok TV 既然說他已經拿到10機 他已經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刻意的 這個跟他現在的摺疊機很像 很像 很像 其實外觀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稍微方正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再薄一些些 就整個鏡頭的像素 我覺得沒有特別提升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摺疊的痕跡 連那個細微感看起來 是都不見了 因為其實用摺疊機的人 他真的在意什麼 你說鏡頭有多厲害嗎 不是 就是我其實現場 看過好幾次 第二代跟第三代 我一直遲遲沒有下手 不像昌星直接買下去 我就是對那個摺疊 打開那個痕 我就是 但我就是用這一支 對 不是 它現在這一支 就是跟它長得很像的這一支 對 那你這樣摺疊 它那個痕 據說 Frit 4 基本上那個痕 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到 那個痕我是覺得滿好的 我滑起來我覺得沒有關係 對 沒有 那當然 當然這一個部分 所以這一次它是要推摺疊機 來PK 好 而且據說應該是 那它有什麼亮點呢 重點是 除了我剛剛講 除了你剛剛說那個痕 比較不明顯之外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亮點 還有一個亮點 就對遲遲無法下手的人 據說它是史上最便宜的摺疊機 低價策略 為什麼它可以走低價 我們剛才講 整個硬體差異不大 其中有個關鍵是什麼 它不推一梯 因為原本上一代是256 就是儲存容量 256跟512 大家會認為說 它應該會推一梯 沒有 它往下降推128 所以有可能入門款 只不到3萬塊 如果不到3萬塊 我覺得是非常吸引人的 還有一個 就 有沒有 J姐 你那時候買回來 是不是 我要怎麼充電 你說那個豆腐頭沒有 充電頭 之前沒有了 對 這一次據說要付 應該是會有 那付這個充電器等同於 差很多 就是降價的意思 因為你不用再另外再去買這個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很簡單 你看之前iPhone不是 8C給他開罰單說 你怎麼可以沒有付 而且告上法院 客戶贏 還要賠他一千美金 直接現在不付也不行 所以現在不付也不行 iPhone不是 8C給他開罰單說 你怎麼可以沒有付 而且告上法院 客戶贏 還要賠他一千美金 直接現在不付也不行 所以現在不付也不行 那當然你說三星推的這一個 那蘋果呢 目前看起來 蘋果的這個9月發表 iPhone這個14 可能是用這個 導入這個鈦合金的殼 一般的金屬是畫面上的左邊 對不對 同樣這樣磨 磨 磨 磨完以後 左邊就痕跡就很明顯 可是右邊稍微刷一下 太金屬不會 完全不會 還有一個 所以他不排除用太金屬嗎 對 還有一個最重要 防彈 防彈喔 你看 防彈 你馬上嘟啊喝 放在那個子彈打棒的地方 對 娟姐 你不要覺得防彈不重要 現在很重要 你要去歐洲 可能你要到俄羅斯 要到烏克蘭的話 真的士兵喔 他把這個手機放在他的 這個我們講軍用背心喔 真的子彈打到喔 這個還沒有用太合金喔 救了 烏克蘭士兵 救了 烏克蘭士兵